在神話中 越南的歷史開始於炎帝神弄市的三世孫蒂明 蒂明南巡到吳嶺的時候 吳嶺大概就在今天的湖南某個地方吧 遇到了一名仙女 婚後他們生了個兒子叫陸旭 陸旭被封為金陽王 治理南方 建立了赤貴國 金陽王和洞庭軍龍王的女兒龍女結合 生下了兒子洛龍君崇嵐 崇嵐又與仙女歐姬結合生了100個兒子 一天 崇嵐對歐姬說 你是先我是龍 我們出生不同 以後也不會幸福的 不如就分手吧 那100個兒子一半你帶走 一半我帶走 於是夫妻就各帶了50個兒子分家 後來 崇嵐風長子雄王繼承了王位 建立文王國 成為了越南最早的朝代 洪旁王朝的始祖 在混沌初期 任何國家都希望從神話中找到自己的根源 所以越南的神話記載了洪旁市是炎帝的後代 是仙子龍孫 洪旁王朝時間為公元前2879年到公元前258年 歷史2000多年 這段時期的神話很多 雄王家族世襲王位 歷十八代 說壹個雄王時代的神話故事 雄王六世當政的時候 有壹股賊扣稱爲殷寇特別的強大 雄王就到處派人去尋找能夠擊退殷寇的人 文郎國壹個叫武寧部福董鄉的地方 有個小孩就自告奮勇的說 我要前去討賊 他說只要給我鑄壹匹鐵馬和壹根鐵鞭 我就能擊敗殷 雄王滿足了他的要求 小孩壹伸腰變成了壹帳高 越馬揚鞭就去討伐殷寇 搞定了賊寇之後 小孩隨即騰空而去 雄王為了感謝他 就傳旨在福董鄉立廟祭祀 小孩被封為了福董天王 到了雄王第十八世時 蜀王向雄王求許雄王的女兒 但是雄王不許 這裏的蜀王應該不是指中國的屬地 而是指文郎國附近壹個獨立的姓氏 後來蜀王的孫子蜀叛為了報復文郎國 起兵攻打他們 雄王失敗自盡了 文郎國滅亡 公元前257年蜀王自封為安陽王 改國號為歐洛 上面的這些都是神話 那麽考古是怎麽個情況呢 越南在舊時期時期就已經有鮮明活動了 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出現了東山文化 這個東山文化出土的遺物數量很多 種類也非常豐富 銅器、陶器、銳器、鐵器這些都有 有一部分的學者認為 考古學上的東山文化 與傳說上的雄王有關 不過這個只是推測 並沒有確切的證據他們有關 當安陽王做了歐洛國王的時候 秦始皇統一了天下 之後的歷史就不是神話了 秦朝派兵攻打百岳 百岳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廣東、廣西這一帶 安陽王就請求臣服於秦國 所以秦國將百岳和歐洛的地盤分為了三個郡 廣東的南海郡、廣西的桂林郡和北岳的象郡 不久之後 秦朝自己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國內壹通亂糟糟的 南海郡的郡衛趙陀就趁機攻打了歐洛 傳說 安陽王有壹個威力巨大的神怒 每壹發都可以殺掉數人 趙陀知道這個弩很難攻破 於是他就派他的兒子乍降 娶了安陽王的女兒為妻 然後暗中換掉了神怒 安陽王不知眾計 最終在公元前208年的時候被趙陀攻佔 建立了南越國 南越國大概在今天的廣東、廣西、海南和越南這一帶 在廣州有個南越王墓 就是趙陀孫子的墓 有機會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趙陀以前是秦朝的官員嘛 所以他建立起壹個自主的國家之後 就把中國的政治、法律拿來治理南越國 當趙陀在南方建立基業的時候 中國的秦朝滅亡了 到了漢武帝時期 公元前111年 漢武帝滅掉了南越國 分成了九個郡 成為漢朝的壹部分 這九個郡裏面的焦紫郡、九真郡和日南郡 這三個郡的地理位置 就在今天的越南境內 西漢末年 焦紫郡的太守西光 教導當地的民眾禮儀 東漢初年 九真郡的太守任言 教當地的百姓開墾耕作 制定了婚姻嫁娶的制度 西光和任言的政策取得了壹定的成效 使越南的文化習俗更接近中國 公元34年的時候 有個叫蘇定的人當了焦紫郡的太守 蘇定濫用職權橫針爆臉 焦紫的人都很恨他 公元40年的時候 他殺了當地壹個叫施索的人 施索的老婆真策和他的妹妹真二是將門後代 他們為了給施索報仇起兵攻打蘇定 蘇定打不過就跑到了南海郡 當時這件事情鬧得很大 九真、日南、和埔這壹片地區 受購了朝廷官吏壓迫的百姓 都紛紛的響一兩姐妹 他們總共奪取了65座城池 真策被推舉為真王 都稱王了 漢曹這邊怎麽可能不管 馬上就派兵討伐真王 真氏姐妹的兵馬 畢竟都是七兵八湊的非正貴軍 和朝廷的軍隊根本就沒有得比 最後姐妹倆戰敗而死 在越南 真氏姐妹作為越南的民族英雄 受到了很高的評價 東漢末年朝廷很亂 地方各具勢力崛起 當時的焦州管理者 嗜謝是壹個非常有能力的人 他的先祖是魯國人 後來為了避難來到焦州 釋迦成為了當地的豪族 在釋迦的治理之下 焦州在戰爛中成為相對和平安定的地區 同時因為釋迦他自己是壹個儒學家 他將中國的儒家文化傳入到越南 使得儒教能夠得以在越南傳播 由於他將有政權曾經統治部分的越南領土 所以壹些越南的史學家還把釋蟹當作越南的君主 稱釋蟹為釋王 他在越南很受尊崇 後來東漢滅亡進入三國時代 焦州被東吳和曹魏也包括後來的司馬家搶來搶去 司馬家最終建立了西徑繼續管制焦州 再後來越南就跟著中國的歷史更迭 一直到了南北朝時期 焦州刺史蕭茲人品不行 又暴虐又貪婪 當地有叫李弼的人對他十分的不滿 於是就起兵趕走了蕭茲 佔據了焦州 544年的時候稱帝改年號為天德 他就是越南的李南帝 他這個政權被稱為錢力朝 第二年南梁的朝廷就派陳霸仙率軍來鎮壓他 後面就是雙方一系列的拉鋸戰 直到602年的時候 李家的繼夜者李弗子投降隨朝 錢力朝才結束 此後越南又被中國統治了三百多年 到了唐朝末期 當時中原正處於藩鎮割據的情況 朝廷根本就管不了地方 905年的時候 有個叫屈晨裕的人 憑著他官和待人的性格 以及地方豪族的身份 受到了當地人的支持 自稱郊州節度使 後來他也被唐朝的朝廷認可了這個身份 正式的冊封他為郊州節度使 這個屈晨裕以現在的地理為止來看的話 他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越南人 當時他名義上雖然還是唐朝的官員 但是實際上已經建立起了自主的政權 為日後越南脫離中國獨立建國打下了基礎 屈晨裕死後 兒子接替做了郊州節度使 唐朝滅亡之後進入了五代時國 屈家傳到了第三代屈晨美的時候 被五代時國的地方政權之壹南漢滅亡 屈家的壹個小弟楊亭義驅逐了南漢 自稱為郊州節度使 但是他的壹個小弟繳攻陷起兵殺掉了楊亭義 篡奪節度使衛向南漢稱臣 看來篡位不只是在皇家哪裏都有 楊亭義的女婿無權又起兵為楊亭義復仇 南漢這邊也派了軍隊去支援繳攻陷 最後吳權勝利了打敗了南漢軍隊 至此南漢承認了郊州獨立 939年的時候吳權稱王建立了吳朝 但是吳權在位僅僅6年就死掉了 他死後國內發生了內訌 演變成了12軍各聚一方的局面 這種動盪持續了20多年 壹個豪族丁布嶺 布嶺不是他的名字 是他的官爵 他擊敗了各地的使軍統一全國 968年 丁布嶺繼皇帝位 後世稱他為丁先皇 立國號為大祠月 這個時候越南才正式脫離中國獨立建國 中國近千年的統治 對越南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當儒學、道教、佛教在中國興盛的時候 越南的交州還是屬於中國的 所以當時的越南人也深受這些文化的影響 後來越南自主之後 這些宗教更加興盛 正當丁先皇平定十二使軍的時候 中國趙匡應成僑兵變繼後州稱帝 公元970年的時候 也就是丁先皇繼皇帝位兩年後 趙匡應派兵攻打南漢 第二 丁先皇他很害怕宋兵也會來攻打自己 於是他就前使到宋朝朝共 宋太祖趙皇隱冊封丁先皇為交旨君王 越南成為了中國的藩屬國 後來丁先皇在國內施行了一系列的政策 把國家治理的還不錯 但是丁朝卻很快就滅亡了 好好的怎麽那麽快就滅亡了呢 這個還得從壹個叫渡氏的宦官說起 也有的說他不是宦官 反正他就是朝中的壹官吏吧 傳聞這個小哥在睡覺的時候 他做了壹個夢 夢見劉欣掉到自己的嘴巴裏 他覺得這是壹個大吉之兆 自己是要當皇帝啊 於是在壹次丁先皇醉酒睡著的時候 渡氏就潛入了宮中殺掉了丁先皇 然後他又殺掉了丁先皇的長子 妳說他腦殘不腦殘 這樣他就能當皇帝了嗎 不出所料他被抓了处死 群臣立了丁先皇的另壹個兒子丁玄為帝 這個丁玄還是壹個小孩子 政權全部都掌握在壹個大將軍黎環手裏 更狗血的是小皇帝丁玄的親媽楊太后還和黎環私通 說他們私通還不是什麽也是 正式就是這麽記載的 有了楊太后的支持 朝中基本就是黎環說了算 而宋朝這邊聽說了新軍也要丁朝內亂 當時的皇帝宋太宗就認為 現在正是兼併越南的好機會 他就出兵越南 這個時候丁朝這邊 眾將領見皇帝又弱很擔心局勢危急 便支持黎環稱帝以抵抗宋軍 於是丁朝就這麽滅亡了 980年的時候黎環上位前黎朝建立 丁玄被降為魏王使稱廢帝 黎環稱帝之後首要的任務 就是要抗擊宋朝的軍隊 第二年兩軍交戰 最終宋軍失敗了 戰後雖然打勝的黎環 還是對未來充滿了深深的擔憂 為了避免中國長期的對抗 前黎朝仍然向宋朝朝供 993年的時候 宋朝側封黎環為交指郡王 後來又加封他為南平王 雙方的關系和平發展 黎環死後兒子黎宗宗在位才幾天 就被他遞 黎環的另壹個兒子黎龍定派人給殺了 黎龍定稱帝 這個黎龍定是越南史上有名的暴君 荒淫暴虐無惡不作 而且他有個愛好 特別喜歡殺人 為了殺人還煞費苦心 發明了很多酷刑 1009年的時候黎龍定就死了 才24歲 他的兒子年幼 壹般這種情況下朝內壹定會發生點什麽事情 果然 朝中的將領李公運就趁機取代了黎世自立為帝 稱為李太祖開創了禮朝 前黎朝滅亡 在前黎朝期間佛教得到了盛行 黎世政府任用高舉的僧侶參政 新修寺廟派人到宋朝求取佛經 寺廟獲得大量的田產和殿農 佛教逐漸成為了越南統治者的管制支柱之一 李朝建國之後 歷經九代君主共兩百多年 採取了唐朝和宋朝的中央政治模式 在前四代君主的百餘年間 越南進入了中央集權 國家統一國勢強盛的時期 在李朝前半年的時期 還多次與周邊的國家發生戰爭 占領了大片領土 1054年的時候 李慎宗改國號為大越 並成為了此後越南數個朝代的國號 李慎宗的時候獲得了宋朝策封為安南國王 越南從此也被稱作安南國 李朝到了中西之後就開始衰落了 國內的諸侯開始相互交戰爭奪權力 到了李朝的晚期 政局就更加的混亂 什麽外戚干政全城長朝 這些皇室衰落的標配套路全部都有 到了李朝第八個皇帝惠宗這裏 他因爲身體不好沒有兒子 就立了自己的壹個女兒李佛金為皇太女 後來惠宗在手握大權的外戚重臣 成熟度的壓力下 讓位給了只有七歲的李佛金 他就是李昭皇 年幼無知的新皇帝認成熟度為輔國太位 成熟度完全掌握了政權 爲了篡位竄得合情合理 他讓自己八歲的侄子陳炯和昭皇結婚 不久之後 成熟度又逼迫李昭皇讓位給了自己的丈夫陳炯 將昭皇為昭聖皇后 至此李朝終結 陳炯登基建立了成朝 但是他還是個孩子 所以朝中的大事小事還是要成熟度來處理 成朝取代李朝之後 成熟度開始清算李氏宗親 當時讓位給女兒的李惠宗退位之後出家隱居寺廟 成熟度為了解除後顧之憂逼死了惠帝 之後他對李家大開殺戒 為了不讓後人記起李氏 還強心的讓國內信李的人全部改信軟 對於李家來說 成熟度的確是一個大奸大惡的人 但是對於整個國家來說 他卻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因為在李朝末期政局動盪 國內多個地方都發生了叛亂 成朝建立之後 成熟度輔佐陳太宗陳炯討討伐各地的叛亂 讓大越國又歸於一統 他整頓朝鎮 使得當時的越南在衰微的時候又強盛了起來 而再度的強盛對於越南來說意義重大 因為在不久之後蒙古就來了 1257年 蒙古將領物量和台領兵侵入了大越國境 開始的時候越軍被碾壓 太宗沒有了底氣 還好在成熟度的鼓舞下 太宗竭力抵抗 加上蒙古軍隊不適應越南環境而撤退 戰士告一段落 陳朝向蒙古提出了願意三年移共 但是1284年的時候 蒙古已經拿下了大宋 忽必烈與陳朝皇帝不親自入共 擊傷元朝使節等理由 讓皇子脫荒領了幾十萬大軍對越出兵 戰爭經過就不說了 結果蒙古輸了 脫荒跑回了中國 當時的盟軍人又多又能打仗 怎麽會輸呢 稍微來說壹下原因 因為當時援軍來到越南山高路遠 加上又是非常炎熱的天氣 天氣熱馬就容易染病 援軍剛到越南的時候 還能趁著士氣打幾場勝仗 但是時間壹長就不行了 士兵們累的累病的病 加上越南在陳朝前期的治理下 政局穩定 大家齊心抗敵 又出了幾個很能打仗大將 綜合各方面的因素 元朝戰敗也並不是偶然 當然了 蒙古並沒有因為這壹次的戰敗 就放棄越南 1287年的時候 拖荒再壹次統兵南下 可是又失敗了 雖然越南陳朝兩次打敗援軍 但是陳朝也知道 他們只不過是壹個小國 孤立無援 其實他們並不是實力雄套的大元的對手 如果雙方長期開戰 對越方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戰後 當時的陳朝皇帝仁忠就派使者出使元朝 希望能夠繼續朝共 元朝這邊也同意了 其實忽必烈還想第三次入侵越南的 但是還在準備的時候忽必烈就去世了 所以這件事情就這麽不了了之 此後雙方通好不再發生戰爭 後來元朝滅亡大明上位 明太祖朱元璋與陳朝互派使節通號 明朝策封了當時的陳玉宗為安安國王 雙方建立了藩屬關系 這時候的陳朝其實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 朝鎮煥散 奸臣得道 陳玉宗也是壹個享樂的皇帝 陳朝後期王室相當的不太平 奪權大戰輪番上演 統治皆成這樣人民肯定過不好 起義不斷 加上隔壁的老對手戰臣國 戰臣國是戰族人於今天的越南中部地區建立的壹個古國 又連番的攻打陳朝 而且1377年的時候 戰士中還擊斃了當時的陳朝皇帝陳瑞宗 這時候太上皇義宗 義宗是瑞宗的哥哥 他善未給了瑞宗 自己當了太上皇 瑞宗死後 義宗立了瑞宗的兒子繼位 不過後來這個瑞宗的兒子又被義宗給廢了 立了自己的兒子順宗 太上皇義宗特別的信任壹個外戚大臣 黎濟茅 瑞宗兒子被廢就是這個黎濟茅策劃的 黎濟茅背靠義宗手握朝中的大圈 其實義宗在後期也發現了黎濟茅的野心 但是已經管不了了 黎濟茅的權勢已經凌駕於義宗之上了 太上皇義宗死後 黎濟茅更是放心大膽的開始了他的篡位之路 他逼迫順宗善未給了順宗只有三歲的兒子少帝 自己輔政 然後殺了順宗 這個配方是不是很熟悉 1400年的時候黎濟茅廢掉了成朝的末代君主少帝 自立稱帝建立了胡朝 他姓黎 但是他的祖先姓胡 所以在奪魏之後他恢復了祖先的胡姓 成朝滅亡 成朝重用儒臣 儒家的思想得到了遵從 越南社會文化在成朝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 也就是在成朝時期 越南的第一本史書《大粵史記》被寫出來了 胡姓茅登基還不到一年 就效法成朝的制度 退位給了自己的兒子胡漢倉 自稱為太上皇掌握朝鎮 其實胡朝前後才七年就滅亡了 被明朝滅亡的 兩國之前都是好好的藩屬關系 為什麼明朝說打就打呢 當胡漢倉剛繼位的時候 前使到明朝 不敢說成朝是被我們胡家消滅的 於是就撒了個謊 因為他們胡家是外戚嘛 所以就說成家沒有繼承人了 我們胡家才接的班 麻煩你們明朝給我一個正式的冊封吧 這個理由很充分 明朝這邊也就給了 封胡漢倉為安南國王 但是這個時候成家的人還沒有死絕啊 一些成朝的舊臣和後人就跑到明朝那邊告了胡朝的狀 把胡家篡位的事情全部說了 還說胡朝想要抗衡明朝什麽的 請求要明朝出兵幫成家討個公道 因為這樣胡朝後大明就搞得很不愉快 後面又發生的一些事情導致了矛盾更加激化 當然了 明朝難道自己一點都沒有想要吞掉越南的私心嗎 終於 明朝打著幫成家申冤的喜好出兵 討伐胡家 1407年的時候 胡氏父子出逃 最終被明君勤禍胡朝滅亡 越南的國土被明朝吞併 又成為了中國的一部分 當時雖然胡家被明朝拿下了 但是陳家還在呀 陳家剛開始的時候請大明幫忙 也沒有想到結局會是這樣 陳朝宗室還有人企圖要恢復家業 況且當時的越南人也不願意做明朝的奴隸 所以 明朝占領之後不久 1407年到1413年之間 陳家的後人又建立了一個城市政權 史稱後城朝 不過 他們老大最終還是被明君俘獲了 後城朝滅亡 1418年 越南那個豪族李立自稱平定王 起兵反明 與明君爭持數年之後 在後面的幾場戰役中打敗了明君 1427年 明朝決議罷兵 冊封李立雍立的一個傀儡君主 陳稿為安南國王 越南恢復獨立 這裏有個小小的問題 李立不自己稱帝找個傀儡幹嘛呢 因為當時的李立覺得在反明的時候 陳稿立一個陳朝的後人可以起到收買人心的目的 讓自己的政權合理合法 而且藉著擁立陳家後人的民生 才好和明朝談條件 所以他擁立了陳稿 但是根據大粵史記全書的記載 這個陳稿是一個假貨 他根本就不是什麽陳朝的後人 是一個乞丐的兒子 不過反正他也就是一個傀儡 真假無所謂了 陳稿被封安南王的第二年就被李立殺了 然後他自己稱帝建立了後黎朝 仍然與明朝保持藩屬關系 後黎朝前幾國家在各個方面都得到了提高 特別是他們出了一個非常優秀的皇帝黎聖宗 他繼位之後推行多項改革 包括中央及地方的官制科局的 又致力調整農務改善經濟 聖宗時期他還對外多次征戰 平定戰臣老挝拓土開疆 使當時的越南文化昌盛顯赫一方 但是有好的皇帝就肯定有不好的皇帝 到了後黎朝第八個君主黎威牧和第九個君主黎湘義 這裏就開始亂了 他們兩個都是昏君 黎威牧是被黎湘義殺死的 而黎湘義後來又被大臣殺死 可見當時的朝中很亂 黎湘義死後 官員為了新軍人選的問題開始互毆 各地的老百姓也開始風起作亂 皇室中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有了一個新帝 昭宗皇帝 在他之前其實還歷過一個皇帝 不過幾天就被廢了 昭宗皇帝見局勢混亂 就叫了一個武將莫登庸入京平亂 這個莫登庸一邊幫著昭宗搞定亂局 一邊趁機控制朝廷 後來昭宗也發現這個莫登庸不簡單 自己是引狼入室了 於是他就開始討伐莫登庸 可惜後來失敗了 昭宗跑路 莫登庸立了昭宗的弟弟公皇繼位 幾年之後莫登庸抓到了昭宗殺了他 1527年他又逼迫公皇退位登基為帝建立了末朝 這個時候好像莫家是掌握了越南的實權 但是莫家奪位的做法卻引起了效忠離析的一些臣民不服 一個地方降臨軟幹就是其中之一 1533年軟幹將找到的黎昭宗的一個兒子擁立為帝 稱為莊宗 宣布恢復後離朝 莊宗雖然是皇帝 但是實際上他根本就沒有什麽權利 軟幹才是掌權的那個人 後來在軟幹的軍事支持下 後離朝收復了清化 可是這個時候不是還有末朝嗎 對 末朝也還在 所以後世將統治清化以南的黎氏朝廷稱為南朝 統治北面的末氏朝廷稱為北朝 這段歷史時期被稱為越南的南北朝 末朝篡奪黎朝的地位之後 黎朝的官員就跑到大明請求援兵 於是明朝有意對末氏傭兵 而莫登庸知道自己難以抵抗大明 在1540年的時候他把自己給綁了起來 和幾十個大臣跪地投降 上書明朝說 你們別出兵我願意投降 欣賞金銀珠寶 再割讓幾塊土地給你們可以嗎 就這樣 大明才取消了出兵的計劃 把安南國改為了安南都統史思 越南從蜀國降為了蜀地 名義上越南再壹次進入中國的版圖 莫登庸任多同史讓末氏統治安南 這時候南邊的末氏和北邊的後裏朝 雙方經常交戰 都想要滅掉對方壹統天下 後裏朝掌握軍政大權的軟幹 有個女婿叫鄭檢 是壹個非常有能力的人 1545年 軟幹被敵對的末朝姦系下毒給害死了 鄭檢繼承了他的官職 掌握了後裏朝的軍政大權 之後雙方又不停的打架 壹直到了1592年的時候 鄭家的後人鄭嵩攻破了北朝的首都升隆 也就是今天的河內 殺掉了當時末朝君主莫茂洽 後裏朝牽回了首都升隆 北方的末朝滅亡 但是墨家還有余黨控制著越南東北部的壹個省高平 後裏朝也出兵打過 但是失敗了 當時明朝出面調停 是高平成為末氏及其擁護者的聚集地 不過幾十年後高平還是被鄭家攻克 這就是後話了 而這個時候 鄭嵩雖然滅掉了末朝 但是他自己不是君主 君主還是離世 不過離世這個君主就是名義上的而已 離荒只是負責臨朝聽證和接近壹些使節 掌握實權的就是鄭嵩 那麽鄭家為什麽不篡位呢 有幾個方面的考慮吧 首先如果篡位了 他們怎麽對明朝交代 要是明朝戒死攻打他們怎麽辦呢 而且當時的局勢並不穩定 多壹事不如少壹事 雖然不是名義上的君主 但是有什麽比不是皇帝勝過皇帝更好的呢 所以之後鄭家就壹直世襲為王 俗稱鄭主 說到這裏稍微把時間挽回 倒回到離末南北對峙的時候 阮干死了之後 君權不是由他的女婿鄭嵩繼承嗎 其實阮干他是有兒子的 在朝中也擔任要職 因為權力的鬥爭 鄭嵩最終殺死了阮干的長子阮汪 獨攬朝政 這時候阮干的二兒子阮皇很害怕 鄭檢也會對自己動手 為求自保 他就主動說 我遠離朝廷去鎮守順化吧 鄭檢當然覺得很好啊 又消除了壹個威脅 於是就讓他去了 阮皇就借手順化的機會 在南方重新奠定起了阮氏的經驗 後來阮氏也是壹直效忠於後離朝的 1593年到1600年期間 阮皇還協助鄭嵩掃蕩漠視的殘雲勢力 但是即便是這樣 鄭嵩還是非常戒備阮皇 阮皇也知道 如果自己壹直待在鄭嵩身邊的話是非常危險的 說不定哪天鄭嵩就把他殺了 但是因為鄭嵩防著他 所以他想走也走不了 後來鄭嵩覺得自己的功勞很大 就交恨了起來 壹些官員不服起兵反他 阮皇就借機謊稱 為了要幫鄭嵩討伐這些叛黨 趁機回到他的大美營順化 控制了南方 在後離朝得到鄭家的幫忙滅掉末朝 本以為南北就要統壹的時候 鄭家和阮家又各自雄俱壹方再壹次南北對立 兩派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進行了七次交戰 但是誰也沒有搞定誰 最後雙方化解各管各的地盤 也就在雙方打架的這段期間 大明滅亡了清朝建立 鄭家與清朝建立的藩屬關系 雙方在1660年的時候開始互派使節 鄭家派使父親朝共 清朝也冊封了離世君主為安南國王 兩國壹直都和平相處 而南方阮家這邊相對獨立的發展 他們對外基本就是打打打不斷的擴張版圖 在對於大清的關系上 1702年的時候 阮家也派遣使者請求清朝撤封 但是並沒有成功 到了18世紀後期 南方阮家這邊朝中全城當道 阮氏基也衰落 沉重了科捐雜稅 加上貪官的殘暴壓榨 導致南方的農民紛紛揭竿而起 1771年的時候 出身西山地區的阮月阮旅以及阮惠三兄弟率領農民起義 這三兄弟雖然也姓阮 但是他們和當時南方的阮家政權沒有半毛錢的關系 他們推翻了阮主的統治 之後壹路擴張 先後揭滅了北方的正式政權以及後離朝 結束了越南從末朝開始200多年的混亂割據狀態 建立了西山政權 阮月阮旅阮惠三兄弟他們原本姓胡 和胡姓皇帝胡姬毛同宗 後來三兄弟之所以改姓阮 除了阮姓是他們親媽的姓氏之外 更重要的是 當時南部的統治者也姓阮 改姓可以爭取民心 1771年三兄弟正式在西山縣起義 由於越南南部很多人早就已經布滿南方阮氏的統治了 因此紛紛的響意和加入了西山起義 令三兄弟的勢力壯大的非常快 他們在南方大敗阮家政權 舊阮的宗氏多被殺害 但是有一個讓阮服印的阮家後人給跑掉了 先記住這個人 南方差不多搞定之後 阮惠就出兵北上 很快他就擊敗了北方正式 這時候的越南還有一個名義上的朝廷後離朝 阮惠攻克都城升隆之後 還禁禁了當時的後離朝君主 但是很遺憾 在三兄弟形勢壹片大好的時候 很快他們就翻臉開始內訓 1787年 三兄弟各自佔去了壹片領地 不久之後 阮惠阮月之間就爆發了衝突 原因是阮惠北上罰政的時候是他自己的主意 阮月都不知道 等阮惠拿下了政家之後 阮惠怕阮惠自立 就急忙北上與黎皇和阮惠壹同會面 等承認了離世對北河的統治權之後 阮惠阮月才率軍壹同南返 在討伐北方政家的戰爭當中 政家的財寶全部都被阮惠佔有 阮惠上阮惠索取的時候 阮惠拒絕了 而阮惠希望得到廣南的地方 阮惠也拒絕了 雙方分贓不均無法達成共識 種種的事情 使得兄弟間開始產生了嫌棄 而且阮惠漸漸變得荒淫暴虐 甚至他還煎惡了阮惠的妻妾 這怎麽能忍 於是兄弟二人就反目成仇 阮惠發布席文 列舉了阮惠的罪狀 並發兵攻打阮惠 阮惠還用大炮轟惠的大本音 阮惠打不過 跑上了城樓對阮惠說 皮鍋煮肉,地心和人 意思就是說 你怎麽忍心骨肉香殘 阮惠聽了這話之後大哭 雙方之後才講和罷兵 不過這壹次的內訌 致使了整個西山朝的元氣大傷 之後後離朝的末代君主黎維奇 企圖要恢復離朝的權威 他求助清朝 但是阮惠打敗了清朝的干涉 黎維奇流亡中國 最後病死在了北京 阮惠雖然大勝清軍 但是他對清朝還非常的顧慮 於是就出使清朝求和 清朝這邊封阮惠為安南國王 承認了他的地位 阮惠是壹個非常有野心的人 根據壹些史料的記載 阮惠曾經還有意要入侵清朝 特別是他對梁廣非常有想法 為此他還資助了壹些反清的組織 比如說天地會 曾經他還計劃要入侵廣州 不過後來因爲他生病了 才被迫打消了清清的念頭 1792年的時候阮惠去世了 他的兒子阮光轉繼位 還記不記得前面提到的 以前南方舊阮有個後人阮福印 在三兄弟攻打舊阮的時候給跑了 後來他壹直和西山軍對抗 還向仙羅求救 不過仙羅援軍當時也被阮惠給打敗了 之後阮福印就躲在了仙羅 在外國人的幫助下發展了壹批自己的勢力 阮惠死後 阮惠帶人前來吊怨 卻為阮光轉阻攔 趁著這個時候 阮福印旋力的攻擊阮惠 阮惠兵敗如山倒 被迫向阮光轉求救 阮光轉派兵救援 但是阮光轉的援軍雖然擊敗了舊阮 卻連著阮月的地盤也一起兼兵了 使得阮月憂憤而死 看似重新統一的西山朝其實並不強大 這個朝廷的內政非常的差 後來西山朝再壹次內亂 將領相互猜忌殘殺 阮福印趁機北伐 西山朝離心離德節節敗退 1802年 阮福印攻克了神龍 俘惠了阮光轉 西山政權滅亡 而越南也進入最後的壹個封建王朝 阮朝 因為當年舊阮是被西山朝推翻的 所以阮福印稱帝之後 對西山的阮家開始瘋狂的報復 西山阮家的後代全部都被通缉殺害 阮月和阮惠也被開關毀失 有關西山的所有遺跡都被全部下令銷毀 阮福印於公元1802年建立阮朝之後 立即向中國的清朝稱臣 建立了宗藩關係 清朝遇刺國號越南 雖然越南歷朝歷代都是中國的藩屬國 但是越南君主一直都是對中國稱王對內稱帝 而中國也從來都不加干涉 阮福印始成加隆帝 然後他進行了壹系列的改革 致力於恢復因多年戰亂而千瘡百孔的越南 加強了中央集權 促進經濟發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等等 阮福印是壹位很有作為的皇帝 對越南封建社會的發展造出了很大的貢獻 他死了之後 由兒子冥命帝阮福腳繼位 這個冥命帝是壹個非常非常有才能的皇帝 他在位期間歷經圖治 大力發展軍事 對周邊國家發動戰爭 侵占柬埔寨和老衛夷大半領土 令越南達到了有史以來疆域最大 阮朝發展到了極盛時期 而且冥命帝還做壹件非常大膽的事情 他改了國號 把當年清朝遇詞的國號越南改成了大南 這種擅自更改國號的做法 顯然是向宗主國清朝的權威發起了挑戰 原本清朝是打算要干涉的 但是因為第二年就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 清朝已經自顧不暇了 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很可惜的是 民命帝外交上閉關鎖國 拒絕與西方國家交流和聯繫 令越南逐漸落後於西方國家 他禁止歐洲傳教士在越南傳教 使得越法的關系變壞 冥命帝死後 他的兒子沒有他這樣的治國能力 國家也就是基本維持太平 到他孫子阮福十這裏 越南開始遭到西方列強法國的入侵 阮朝戰敗之後被迫簽訂了不平等的條約 內容有割讓領土、巨額賠款、開放口岸等等 阮福是在位的晚期 整個越南的南部都被法國欣戰 而且為了巨額賠款 朝廷還大肆搜刮明知明膏 導致了民怨四季 1883年的時候 阮福師去世了 他的兒子阮福英禎成為第五代的皇帝 不過不是他的親兒子 阮福是沒有兒子 由楊子同樣是皇室宗親的阮福英禎繼位 這個阮福英禎其實非常的慘 在位只有三天就被全臣給廢掉了 被囚禁在監獄當中 第二年在監獄中餓死 也就是在這段時機 阮朝的王室非常血腥 幾個皇帝都是被全臣立了 不滿意害死 再立不滿意又害死 而更悲劇的是 在1883年 阮朝被迫和法國簽訂了順化條約 後來又簽訂了第二次順化條約 阮朝承認越南成為法國的保護國 就在阮氏朝廷向法國人節節退讓的時候 清朝與法國就越南的統治權問題展開了中法戰爭 雙方各有勝負 後來兩國和談 1885年簽訂了中法新約 內容主要就是確定了1884年 法國與越南簽訂的第二次順化條約 其中承認了法國對越南的宗主權 至此中國失去了越南這個藩屬國 實際上越南就成為了法國的殖民地 從此阮朝淪為了法國統治越南的工具 阮朝的皇帝就是法國人的傀儡 此後再也沒能翻身 當然期間也有幾個皇帝試圖要趕走法國人奪回權力 但是都失敗了 法國殖民統治期間 由於之前越南長時間都是接受中國文化的熏陶 儒家文化已經滲透到了越南社會的方方面面 而對於法國而言 想要強行以法國文化取代中華文化 最簡單方法就是鼓勵越南人學習國語字 國語字是基於拉丁字母演變而成的 1651年的時候 壹個法國傳教士亞利山德羅做成的 越南語拉丁語葡萄牙語詞典就是國語字的前身 越南成為了法國殖民地之後 公文大多都使用這種國語字 並逐漸的普及起來 壹直使用到了現在 越南社會中的漢文化影響日益的衰落 而來自西方的天主教文化影響卻逐漸的加深 以法國文化為代表的西式文化 在這一階段大量的湧入越南 現在的越南社會已經被打上深刻的法國文化烙印 到了二戰時期 越南一度又被日本佔領 范世衡出身名門 他的父親范登欣通過科舉考試入世 由於范登欣頗有學識 阮朝的開國皇帝阮芬影非常器重他 范世衡生於1810年 由於他小時候長得漂亮又善解人意 名聲很好 在他14歲的時候 被阮芬影的壹個妃子 阮朝的第二個皇帝明明帝的親媽 順天高皇后看中招玄入宮 成為了明明帝長子阮芬玄的妾 但是同時阮芬玄還納了另外壹個同樣是國家工程的女兒 阮氏 有一天大概是叛孫心切吧 順天高皇后拿著壹個縫扣壹個花扣 用紙給密封著 對范世衡和阮氏說 妳們誰拿到了縫扣就會先生兒子 阮氏先來選 結果他選的那個裏面包的是花扣 而范世衡得到的自然就是縫扣 雖然選扣就是討個吉利吧 但是也說明了范世衡運氣很好 很快范世衡的確也接連生下了兩子一女 而且他兒子特別聰明 後來阮芬玄登基為邵智帝之後 范世衡從宮廷開始壹路進階 最後升到了貴妃 邵智帝死後 范世衡的兒子阮芬石繼位 其實阮芬石並不是邵智帝的長子 長子是阮芬紅寶 但是這個阮芬紅寶放蕩 而且不學無術 所以他爸並不喜歡他 而有紅寶同父異母的阮芬石 則聰明博學 因此邵智帝臨終前就決定 讓阮芬石來繼位為四德帝 四德帝登基之後 就遵他的親媽范世衡為皇太后 但是很可惜四德帝並沒有兒子 他收養了三個侄子為養子 後來這三個養子也先後繼承了皇位 從四德帝開始 越南就進入了動盪時期 他在位的時候法國入侵 四德帝被迫簽訂了壹系列不平等條約 割地賠款 後期法國還控制了越南南部 越南逐漸淪為了法國的殖民地 四德帝去世之後 他的大洋子阮福音真繼位 其實以後的皇帝和范世衡就沒有血緣關系了 但是他壹直都被尊為太皇太后 到了崇孫登基的時候 他被尊為太太皇太后 當時朝廷的權力全部掌握在阮文祥 尊士說和陳建成這三個全臣手中 阮福音真繼位之後才三天 就被阮文祥和尊士說給廢了 第二年還餓死在了監獄裏 阮文祥尊士說另立了壹個阮家的後人邪和帝 因為阮尊二人專橫跋扈 所以邪和帝就打算借法國人的力量剷除他們 不過被這兩個人給發現了 阮文祥後來發動了政變 殺死了競爭對手陳建成 並且廢除了邪和帝 改立四德帝的另壹個陽子阮福音護繼位為建福帝 邪和帝被囚禁了起來 後來還被迫喝下毒藥給毒死了 他在位才4個月 當時建福帝只有14歲 沒有任何的實權 由阮文祥和尊士說兩人執掌大權 建福帝時阮朝已經淪為了法國殖民地 當時從宋到清朝的中越宗藩關係徹底斷了 而且建福帝也沒有活多久 15歲的時候就死了 政史說他是病死的 但是傳聞卻說他是看到他的養母學妃與阮文祥通姦 建福帝準備要依法處置他們 將阮文祥珠面九族 學妃十分的恐懼 便在建福帝的藥裡下毒毒死了他 阮文祥尊士說又立了壹個阮家的後人賢夷帝 賢夷帝是1885年 賢夷帝奉四德帝的遺詔 尊范世衡為慈喻太皇太后 同年法國與中國清朝簽訂了中法新約 清朝正式承認了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 之後法國企圖將阮朝朝廷完全變成傀儡 這樣越南人怎麽會同意 所以不斷遭到越南人民和朝廷內的壹些主戰派的反對 後來尊士說起兵抗法 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秦王反法運動 當時范世衡帶子三公壹起離開了皇宮 順化被法國人佔領 這件事情最終的結局是法國人讓出了順化 為了安撫民心 派人前去禁見范世衡 得到了范世衡首肯之後 另立了四德帝的最後壹個養子為同慶帝 賢夷帝則被流放到阿爾及利亞去了 同慶帝在位四年 法國人又立了玉德帝的長子陳太帝 范世衡被尊為太太皇太后 1901年范世衡逝世享年92歲 范世衡見證了阮朝明命盛世 到四德沒落 到完全流為殖民地的整個過程 要說起范世衡在越南歷史上的最大作用 大概就是他與法國人妥協保全了阮朝吧 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 當時美英提供給中國的援助 不少都是通過海運來到越南 再從越南運到中國 為了切斷中國獲取外援的通道 日本要求越南的法國殖民政府停止運送物資給中國 並且允許日軍進駐到越南北部 殖民政府知道自己難以抵抗日軍就答應了 但是即便是這樣 日軍還是進攻了越南北部的亮山 法軍打不過 只好讓日本在越南擁有了支配地位 但是這時候仍然保留了法國的統治 其實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 法國就逼迫越南的農民放棄種植糧食作物 改種黃麻、棉花等工業農作物 導致了越南糧食的產量逐年減少 等日軍進入越南之後 將越南變成日本的戰爭物資來源地 為了支撐戰爭 更加變本加厲的要求越南農民改種經濟作物 同時日軍對糧食的需求也越來越大 在越南大規模的搜刮糧食 並將大片的農地改種碧麻和各類可用於軍需的棉花、黃麻、森樹等 又不讓人家越南種植糧食作物 而且僅有的糧食還要被他們搶了 日本的這波操作造成了越南嚴重的饑荒 再加上1943年開始 越南北部出現了旱災和蝗災 開始有人餓死了 後來颱風給越南帶來了暴雨 日軍又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敗退 美國空軍對日軍佔領下的越南進行轟炸 使北部大量的堤壩和水利設施被毀 洪水將僅剩的農田都淹沒了 多種原因導致了越南很多地方糧食絕產 大規模的飢荒終於在越南的北部爆發了 而面對這樣的局勢 日本和法國當局非但沒有積極的震災 反而更加瘋狂的囤積糧食 尤其是日本對越南北部糧食的掠斷變本加厲 最終由於這場饑荒餓死了200萬的越南人 1945年日本擔心法國殖民當局會協助其他國家進入印支 印支就是法國殖民帝國在東南亞的領土 大概就是在今天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傑壹代 於是日本決定先下手為強 3月9日的時候 日軍在印支的各個地方同時進攻法軍 這也就是著名的三九政變 結果日本取代了法國 對印支實行殖民統治 也就是說對越南而言現在是日本統治了 當然這時候的阮朝還在 不過從法國的傀儡變成了日本的傀儡 由於日本人沒有能建立起完整的統治機構 所以給了越南共產黨發展勢力的機會 越南共產黨是1930年以阮愛國為首的越南進步人士 在香港成立的 阮愛國他還有個更響亮的名字 胡志明 同年8月日本戰敗 宣布了向二戰同盟國投降 越南獨立同盟會就趁機發動8月革命 胡志明在河內發表獨立宣言 宣布越南從日寇手中奪獲了政權 並且要廢除到君主制脫離法國統治 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 但是這個時候的法國是不甘心的 他們企圖要重新統治越南 而越南獨立同盟會為使越南獨立和法國直接就打了一架 這就是法越戰爭 1945年到1954年經過9年的戰鬥 越南取得了抗法戰爭的勝利 越南北方獲得了完全解放 這裏北方解放 那麽南方呢? 因為之前法國不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 所以扶持了卵朝的末代皇帝寶大帝成立政權 首都在西貢 這就是南越 而胡志明他們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國 首都在河內 這就是北越 也就是說 越南當時國內有兩個政權 法約戰爭之後 各國在日內瓦會議上達成了協定 法國被迫放棄了對越南的控制 宣布將權力轉交給寶大帝 並且承認了越南變為獨立國 確定以北北17度縣為界 將越南分為南北兩個部分 1955年的時候 南越這邊寶大帝的壹個手下吳廷衍組織了公民投票 成立了越南共和國 廢除了寶大的皇位 吳廷衍成為首任總統 並且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支持 之後越南戰爭就爆發了 越南戰爭從1955年到1975年前後歷史二十年 其實前面幾年美國並沒有參戰 1954年的時候 日內瓦會議規定以十幾度縣將越南分為了南越和北越 但是會議還有壹條規定 越南統一國家的選舉定於1956年來舉行 可是這壹次的選舉並沒有舉行 因為美國和南北越都沒有簽署協議中的選舉條款 南北分治成為了事實 1955年的時候 南越這邊 吳廷衍推翻了阮朝末代皇帝寶大帝 建立了越南共和國 美國為了阻止北越的共產黨勢力向南越擴張 所以全力的支持吳廷衍在南越建立法共政權 打算以此來圍堵共產黨 之後 吳廷衍集團就開始屠殺北越共產黨 而主張趕走西方勢力的北越 則獲得了中國與蘇聯等共產勢力的支持 南北越武裝衝突升級似乎在所難免 1959年北越決定推翻南越武裝統一越南 並且派遣了大量的人員前往南越進行軍事活動 1961年的5月 美國為了進一步幫助吳廷衍政府 派了100名的美軍特種兵進入南越 幾個月之後 美國在西貢設立了軍事司令部 標示著美國開始直接介入越南戰爭 第二年為了擴大對越戰爭 美國還找了一個藉口 說美國的驅逐艦在東京灣巡邏的時候 遭到了北越魚雷艇的襲擊 這就是著名的東京灣事件 有了藉口之後 美軍就開始大規模的轟炸越南的北方 同時美國還不斷的增兵 到了1967年在越南的美軍人數超過了50萬 而北越這邊有中國和蘇聯等國的大力援助 也不是吃素的 1968年的1月底 北越就送出了一個超級新春大禮包 數萬名北越軍和越共遊擊隊 對南越幾乎所有的大小城市發起了進攻 南越無數的軍事設施和政府建築被破壞 戰爭最激烈的盛化幾乎全毀 這一次攻擊其規模和慘烈程度令美國人大為震驚 由於越南人民的堅決抵抗 美國在越南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卻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果 遭到了國內外的一致反對 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一浪高過一浪 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破於國內外的強大壓力 開始從越南逐漸的撤兵 但是這個時候 南越和北越的戰爭並沒有結束 1975年的1月 北越發動了最後的攻擊 短短幾個月內 南越國防軍土崩瓦解 各大城市相繼淪陷 4月底 北越解放了南越的首都西貢 越戰結束 越南終於完成南北統一 這場長到20年的越戰 無論是對越南還是美國都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戰爭不僅給越南留下一片滿目瘡痢的土地 還造成了越南一百多萬人的死亡 越南的戰爭耗資巨大 美國經濟也出現了大幅度的滑坡 還加劇了美國國內的種族問題、民權問題 使國家處於了極度分裂的狀態 而且對於中越的關係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越共在中蘇兩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之下 取得了越戰的勝利、統一了國家 但是由於中蘇兩國交惡 越南選擇了投靠蘇聯而與中國為敵 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 越南國內大肆的清洗清華人士 掀起了排華浪潮 在中越邊境調適了武裝衝突 還侵佔了中國的南沙群島 充當蘇聯在東南亞牽制中國的馬前卒 而且在1978年的時候 越南在蘇聯的支持之下 向柬埔寨發動了入侵 並且迅速就佔領了整個柬埔寨 要知道柬埔寨是中國的盟友 越南這一系列的行為 讓中國的周邊安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於是中國就決定要提醒提醒它 1979年的時候中越戰爭打響了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短時間內攻下了越南北部 二十多個重要的城市和縣陣 一個月之內便宣布取得了勝利 解放軍對越南北部的金屬設施 進行了系統毀滅之後撤出了越南 而越南人民軍在中方撤出之後 也宣布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那麼對於這樣一場兩邊都宣布勝利的戰爭 到底是誰勝誰負呢 單從傷亡的角度來看的話 有資料說中國死亡7000人受傷15000人 越南死亡4萬人傷了1萬人 所以勝負應該很明顯了 中國撤軍之後這件事情其實還沒有完 兩國可是接壤的 之後中越邊境的十年衝突和糾纏拉開了序幕 一直到了1989年的時候 由於國際局勢變壞 越南終於無法支撐 從柬埔寨撤軍 新任的越南領導人不得不謀求與中國改善關係 這才結束了十年激烈的中越邊境衝突 好了 越南史就簡單的說到這裏 如果妳喜歡我的視頻歡迎訂閱 下次見 在兒子裡 只能為你及待 請你的顏連結 可 chacun 首先 在你經過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